激活头 快过来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超时工通讯 获取第一手数据的大好时机 正好常光那家伙不在 到时候他绝对要有求于我 特斯拉博士 我必须提醒一下 你是否忘记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完成 不就是定位齐哥飞的位置 抓他回来干活吗 嘿嘿 激活头 这你就不懂了吧 大家都在这里 正好问问有没有人见过齐哥飞 特斯拉博士和爱因斯坦博士 是在找我老爸吗 嗯 在刚才 我们有一瞬间捕捉到了他的踪迹 不过还没来得及锁定他的位置 幸好就再次消失了 他们这种老男人的小把戏 还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 我今天必须把他抓回来卖力工作 没有他和约阿西姆差遣 可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总不能每次都找薛定恶吧 所以有人见过齐哥飞吗 啊 这你可问对人了 老爸刚刚还出现在通讯中 脸红通通的 我和姐姐都认为 他是在和瓦尔特先生一起喝酒 看来只要定位于阿西姆的位置 我们就能一并找到齐哥飞 原来大家都在 好久不见 诶 瓦尔特先生 你来得正好 来得正好 有什么事情吗 凯亚娜 喂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追踪信号 你们几个快稳住他 没问题 博士 就交给我吧 嗯 嗯 嗯 瓦尔特先生 你刚刚又在跟我老爸一起喝酒 对吧 原来如此 怪不得齐哥飞喝到一半突然跑掉了 他刚才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 是不是又要去看你们 嗯 下下个周末 老爸和姐姐要来找我踢足球 瓦尔特先生 你也一起来吧 正好可以凑两支队 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参加 嗯 不过 既然过段时间还要去月球 那我可要趁现在和他多喝几杯了 你们继续聊 我去找齐哥飞了 哎 等一下 瓦尔特先生 还有其他事情吗 凯亚娜 就 就是 我想想还能说什么 再坚持一下 凯亚娜 啊 笨蛋 凯亚娜 这种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 嗨 你好 瓦尔特先生 不如你啊 有什么事情吗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放心 上次发来的策划案 这个月内我一定改完 可是 瓦尔特先生之后不是还要去月球吗 那得做不少准备吧 我一定会抽空找出合适的时间 相信我不让你啊 但我记得 那份策划案 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发给了瓦尔特先生 哦 时间过得还真快啊 那瓦尔特先生 我昨天上传的试完关卡 您是不是已经测试过了 感觉怎样 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优化 啊 我认为 像这种一句话讲不清的体验 我们还是面对面讨论比较好 好 我们约在什么时间 明天上午在园里工作室间怎么样 呃 这也没那么着急吧 啊 齐格飞好像有事情找我 啊 抱歉 失陪一下 再见 博尔尼亚 再见 各位 瓦尔特先生 熟悉的借口 说不定等我下次再见到他 园里工作室都换了一场项目了 别担心 博尔尼亚 鸡窝头划定了他们两个所在的范围 这下一个也别想跑 特斯拉博士 爱因斯坦博士 坐得好 皮安娜 为什么博士们抓瓦尔特先生和齐格飞先生回去工作 你这么开心 芽姨你想啊 瓦尔特先生和老爸在喝酒闲聊 而我却在补作业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小心学院长听到你刚才的话 又要问你作业的事情了 哎 芽姨 你现在还真是越来越像一名老师了 不对 芽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老师了 我也只是刚刚开始实习 要向前辈们学习的事情还有很多 毕竟 毕竟我面前就有一位麻烦的同学 把自己的作业拖了一周还没补完呢 我 我今天肯定写得完 哎 我就说芽姨会成为一名好老师嘛 连催血作业都这样熟练 我这还不是芽姨的学生呢 可你是奇亚娜 已经成功找到了齐格飞的位置 约阿西母也在附近 好极了 我这就出发把他们两个抓回来 得让老爸和瓦尔特先生快点完成工作 好空出时间能上月球 芽姨 布朗尼亚 你们俩也要记得预留时间哦 嗯 到时候我再准备些你爱吃的点心 啊 太好了 对了 不如我们一起做大餐吧 我也要帮忙 信卡斯兰娜的人 还是不要下厨房了吧 别小瞧我 布朗尼亚 人总是会成长的 是吗 那我要快些完成下一版策划案 为品尝奇亚娜的厨艺 留出充足的时间 布朗尼亚姐姐这样努力 我也得好好加油才行 不过 布朗尼亚姐姐可一定要注意休息 啊 谢尔也要注意身体 至于工作的事情 重装小兔已经能够独立完成80%的任务了 这明明是重装小兔在努力吧 还有 和前面优兰大尔的问题一样 谢尔你也别想一个人 偷偷把学校的事全部做完 我明白 这是我们要一起完成的事情 也是大家共同为之努力的心愿 没错 天才瑞莎莉亚和笨蛋莉莉亚 会用偶像般闪耀的热情 成为最好的新优老师 太吵了笨蛋瑞莎莉亚 小空喊大家吃饭的声音都被盖过去了 嗯 要开饭了吗 感觉刚才睡了美美的一觉 啊 福华 我们今天去吃那家新开的馆子好不好 嗯 没问题 嗯 对了 从希尔所在的学校回来后 我们再去哪里旅行 或许就像你说的 我们先进行一次环神舟旅行 和大家一起度过那些往年错过的节日 如果你没有其他想法 也可以提出 哼 跟着老古董你走走停停 到哪儿不都一样 我才懒得一路奉陪呢 那反正这样有什么事 你们也知道怎么找我 所以 只要他这块木头发话 就算身处天南地北 十之律者都会顺息而至 你刚才想说的是这个意思 对吧 不说 我才没有这个意思 你当我是什么啦 别人家一样的新歌吗 啊 搞错了吗 不过 我倒是觉得 只要能一直和福华在一起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很开心 只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 点一桌当地美食大吃一顿 那我们走吧 对了 丽塔 史丹的午餐时间是不是快到了 放心吧 又兰大二大人 史丹已经自己用过下午茶了 另外 苏莎娜已经带着 素商大人和启罗前辈 一同去训练室了 琥珀大人会在那里 交代具体事宜 今日剩下的训练 就交给他们完成吧 嗯 嗯 还有什么事情吗 又兰大二大人 没什么 那就等会儿 一起去喝点咖啡吧 好呀 说起来 现在都已经是十二月了 嗯 希望过新年的时候 能看见比往年更漂亮的烟花 吃到好多好多 没有见过的好吃的 唉 你管它结不结的做什么呀 只要咱们乐意 哪天都是节日 大家想聚就聚 想来便来 那不比凑热闹有意思多了 你说得对 我们过去的经历 记忆 还有情感 它们一直就在这里 或者说 无论我们旅行到何处 每个人都总有鬼徒 好了好了 别说那么多有的没的 该吃吃该喝喝 快走啦 嗯 来了 大家必须尝尝我的土司披萨 好啊 我很期待 今晚的海边 肯定很漂亮 那就早点准备出发吧 凡事都是看了才知道 这个季节晚上很凉 你们要记得多带件衣服 大家快点 今天可是有小蛋糕 先到的人可以吃两饭 等到晚上 我们也带上史丹 一起去散步吧 嗯 正好也可以想想 如果一口气 用掉攒到现在的年假 究竟做些什么会比较好 你看 今天也是岁月中 平凡而美好的一日呢 那么 就带上辽阔的天空 璀璨的时光 还有我们共同的故事 再次出发吧 去见想见的人 去做想做的事 去推开灿烂无比的风景 停下脚步的时候 就抬头仰望繁星明月 深处低谷的时候 就伸手轻抚流浪物矮 你的旅途 会赋予这段经历 崭新的意义 你的脚步 将赠予这篇故事 永恒的未来 走吧 就像从前那样 一步一步地 勇敢向前 你瞧 这样的日子 真的很适合 迈出第一步呢 因为 今天是个好天气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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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